好 我要去考语 讲师出考题台下部分 男女老幼正埋头认证思索 教室里作者的是即将在12月初 应考足语认证 泰雅族中高级以上的考生 仔细一看不乏年轻连孔 我觉得考足语主要的难度 是我们本身就没有拼音 是靠罗马拼音就是在说的 就是有些读法跟我们可能以前 因为学英文的关系会有点冲突 就是要透过老师的教学 然后就才会了解就是要怎么念 这位应考泰雅族中高级考生 哈鲁雅外 因为从小听母亲与阿姨用足语对话 因此对她来说听力不成问题 不过对另一位从小在都市长大的 博都得目来说 缺少足语学习环境就得多费苦心 所幸她回到部落工作之后 努力把握机会 去到文件站和长辈对话 也增进了不少听力与口说能力 虽然是母语 但是我比较像是用第二语言的方式去学 所以说听跟说的方面 会对我来说比较困难 因为我现在在部落工作 然后所以会比较常跟我的亚记去聊天 比如说部落文件站 然后去听亚记 然后还有佑大使妈妈亚大聊天 然后来增进自己的听力还有口说能力 考取高优级足语认证也等同于取得高中以下足语老师的聘用门槛 泰雅族语言文化研究发展学会 为了因应国家语言发展法规定 未来将在国高中有大量足语师资需求 因此在14号邀请三位通过优级认证的足语老师 为考生安排一整天的模拟冲刺班 从提心解析到实战演练 帮助学员做足考前准备 我们在一般的生活上或者写作 有很多词汇是用错的 而自己不知道 因为现在足语的环境越来越不友善 再加上我们的老祖先或者是他们的父母亲 祖父母 没有交代清楚的词汇就会经常用错 那我是准备了一些这样的材料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 什么是不正确的用法 最基本的那些单字一定要很熟练 在一些对话方面一定要很熟练 再加上一些情境的一些表现 比如说一张图然后看图说话 这个你一定要口说那才有分数 而主办单位台湾泰雅族语言文化研究发展学会秘书长阿邦补充 今年冲刺班人数爆满 希望学员能从中体会 证兆固然重要 但在准备的过程中 能更亲近族群文化跟语言 提升民族自信 才是学习族语的宝贵首获之一 原始新闻最新卖许家荣台北市采访报导 irm准备